凤吉 你为什么一天全给我播完 你看又急 腾讯视频出新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子 杨子最近有没有刷到什么新的网络热根呢 一场戏叫我清汤老大大老爷 对 老大爷 大老爷 清汤大老爷 上次你们中的史远回应了中南大学用小腰招生码 然后你觉得小六如果来到现在的话 你可以见他报告什么专业 旅游业吧 旅游业 应该他蛮想跑来跑圈 他玩一玩 那如果说有机会带他那个在现在就是进行一日游的话 你会推荐他去哪呢 来北京 来我家 我请他吃个饭 请他吃什么 豆芝 请他吃烤鸭 烤鸭 对 北京特色 长安寺第二季里面你心目中的名场面 太多名场面 所以一时半会还说不清 我觉得每集都有都有名场面 拍下来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场 在这一季里面 当然还是小腰任母那场吧 因为我觉得他从头到尾 他这个根源就来源于他小时候的经历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小腰他的一个圆满的句号 他跟自己和解了 因为他见到了母亲 发现其实父母是很爱他的 所以那场戏我觉得应当是他的一个心结 我们其实已经看了 但是我看的时候真的又哭了不行 就那个 你们全看了 对对全看了 看到特别感动那一场 那是杀青最后一场戏 那是杀青最后一场戏 那个镜头就是要有我眼泪流 但我完全控制住 他在喊之前我也就一 流了不行了 就哭肿了 正好那个感情又倒了遮了 然后又是杀青 对对 第二季其实也有很多名台词嘛 可以给我们再还原一句 你心目中那个最喜欢的一句名台词吗 他跟他哥哥有一句说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多 我都帮你争 为什么 你为什么 就是跟他哥哥的那场 他和苍璇呢也有很多那种就是情绪非常浓烈的那种戏 是的 这次其实真的要告别长江四了 就是你现在心情是怎么样 我既有一些不舍 但是也是一种觉得圆满了 对因为这个戏其实22年开始拍的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很不容易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小妖或者小六说的 我希望小妖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天地很大 希望他可以自由自在 第二季结束和当时第一季结束的时候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 第一季就是你还要期待吗 你觉得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是伤感 但是你更多的是相逢 但是这一季好像就是真的要跟大家再见了 就是好像这个句号真的要画上了 对 那你觉得小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呢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她没有遗憾 大家从各自的角度看 肯定各有各的补义各有各的伤感 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每个人物他们也完成了自己最好的宿命 这是他们最好的结局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没有遗憾了 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 对对 如果说杨子想为小妖完成一件事情 你想把她做了什么 我可能想在她小的时候 拉住她妈妈吧 或者是如果上了玉山以后 想告诉她那个是假的 你千万不要下山 可能会改变她一生 改变她一生的轨迹 对对对 说杨子是掌管暑期党的神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 就是恰好我的戏都在暑假播了 大家每次在暑假都能看到我 挺开心老朋友 谢谢谢谢 就是但是压力也会很大 最近特别多用我们长安私的孩子做温率宣传视频吗 你杀青之后选择找个地方去放松一下的话 你会去干嘛呢 杀青以后可能先在家待一段时间吧 然后很想再去一趟西藏 因为之前去过一次西藏 但是当时高返 有些地方还没有逛明白就晕了 想再去一下 西藏这个地方特别吸引 你就还是有些那个执念想要去看一看 因为我妈妈从小在西藏出生的 然后长到了十几岁才回到这个 好回到北京吧 所以那是我妈妈的故乡 想再去那边看一看 找回一些记忆吧妈妈 我上次我妈去了 但是我妈说 她就跟我们形容 她说他们家住的那个地方现在都被拆掉了 她已经找不到了 但是感觉有一种想去帮她 重回一些原来记忆的感觉 对看她还有能不能遇到儿时的小伙伴呢 如果说有时间你自己想挑战去做一件事情的话 会想做点什么呢 去蹦极 蹦极啊 对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口高 而且胆子很小 我想说那如果蹦极的话应该是蛮厉害的 会真的想去做吗 不会 等一下说说而已 可能我还是要我敢惜命的 对感觉蹦极是很多人想去尝试 但好像很难踏出那一步 随着自己年纪大了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心脏啊脑血管啊 受不受不了 对 剧播完的时候你是会有一个怎样的心情 其实不知道应该还蛮复杂的 又是开心又不舍吧 好像只能到当下那一刻才能够感受到 此刻我是希望我好想看后面一天全给我播完 你看又急 后台全线给你开出来 我都没有看过第二季 你自己还没有看到全片是吗 没有 期待那跟大家一起追剧 好 稍微热度只突破三万的话 我会想给大家准备点什么惊喜呢 突破三万有什么惊喜啊 我最简单的每次自拍 自拍 对自拍是最完成 最能完成的 但只要你做的粉丝都非常喜欢 对对对 谢谢